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五级本科生于天夫 今天我就来为大家讲一下昨天,也就是10月9号,发生在白江北边的事件 当时大概是十点半左右,我从白江地下出来,然后往白江东边那条路上走 那走的过程中,走出去不到十米左右,忽然从马路对面,以及白江招牌的背后隐影处冲出来五六个 不明身份的这个男子,他们直接五六个向我身上扑来,一个这样锁住我的肩,另外两个一个扑着我的腰,然后锁住我的腿,把我直接一个人摁倒在地上 然后我两个人,左边一个人用膝顶着我的后脊梁盖,让我无法下半身使地,另外一个人用他的手肘 非常以大力的这样,控制着我的嘴巴,试图让我发出声音 当时我就非常愤怒,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我就大喊大叫,直接质问他们,你们是谁 你们凭什么做出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每几秒钟,我的右侧来一个人,他半蹲下来跟我说 你他妈再这样说,我就再打你,然后右边那个,他手勒得更紧,让我根本说不出话来 这样走,然后左边几秒钟过来一个身高应该是1米7,1米8左右的一个高个男子 非常健壮,然后抬起他的这个右腿,然后猛烈地向我头上进行踹击 这样一下,一共踹了大概是很多下,然后就正踹到了我那个,上方的这个地方 然后当时,眼前,短暂的,模糊,然后意识短暂的有些,昏厥看,这个,意识有些短暂的昏厥 而后过了大概十几秒左右,然后我听到我的身后,也就是大概,博星地出来几米的地方 又传出了这个,欧打和叫喊的声音,然后我听见那帮黑衣男子有一个声音就是说 就是他,把他转上车,就听这个声音非常明确,然后没过几秒我就看见我的眼前 三五个黑衣男子,然后拉着一个,可能咱被大家同学拉到了这个马路对面那辆车上 这时候又出现了哐哐的声音,可能是他们把这个同学往车撞的声音 然后我是今天下午晚一些,大概今天晚上才知道 那个同学是咱们北京大学一八届的毕业生张盛业 然后就是在张同学被从车上带走之后 然后把我困在地上的两个人,迅速地,迅速地从我的左边和右边起来,然后跑步 跑步跑上那辆车 然后,然后我勉强从地上起来之后,我砍了那辆车 从那边静止地向南开走,我想往上追,但完全追不到 然后车已经很快地消失在夜色之中,从南门出去了 之后我去这个,学校的这个派出所报警 然后去医院验商,直到今天早晨六年多才回到这个学校 就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特权啊,是这些人敢敢这样的践踏法律返回 因为践踏法律公民的合法权益 他们不仅在校内要绑架一个被他的毕业生同学 而且呢,还对这个,还对我这样,这些路过的同学进行殴打 直接控在地上,用脚猛烈地踹 而且呢,身边的一些路过的热心同学 他们想拿自己的手机去记录当场发现的这种暴力行径 也被这些黑人直接暴力地控在地上 然后用暴力威胁他们把照片删除 你不删除就不要走 你不删除就别想走 如果这些东西算不上黑社会行径的话 那究竟什么东西算得上黑社会行径呢? 所以在此,我希望所有正义的我们北大的同学 北大的小游,北大的老师 都能够共同关注,并且呼吁这起严重恶性的 校内发生的暴力殴打事件 进行严重的惩治 并且也希望北京大学保卫部的 向保卫部部门的领导 以及负责这个分管保卫工作的 党委副书记安玉峰 能够就此事给北京大学的师生同学们 一个满意的答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